其實主軸就是說 本來在使用Excel高階函數的時候 你必須要 至少要 你不用死背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哪些函數可以做什麼用途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能那個問題 你沒有辦法解決了 那現在因為有ChargyP之後 我發現 它對於輔助你在產生公式的 這件事情 真的有絕對的幫助 OK 基本上我發現 我自己實際上使用過 大部分只要工作上會遇到的問題 那你不知道用哪個函數 你只要請它幫你 針對某一個問題 幫你產生公式 或者是提出建議也可以 它基本上我覺得 還都能夠 大部分都讓人家覺得很滿意 OK 那少部分因為內建的函數它沒有 沒有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 要請它幫你寫一個VBA了 前面我們有講過 VBA就兩種吧 一種是Function 一種是Sub 不過後來我們的 課程裡面基本上都是用Sub 為什麼 因為Function好像 用起來其實沒有Sub那麼方便 因為Sub就按個按鈕 全部玩OK了 但是未來如果你假設你要制定一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用Function 那Function前面也講過 所以如果這個課程雖然結束 我們影片基本上都還會放著 但不會永久放著 可能我可以保證大概三個月內應該不會移動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複習的話 三個月內 是不是就保固三個月嗎 不是 這課也沒有保固嗎 不要說老師 你的影片到時候怎麼都不見了 我跟各位講這個 這個錄影片不是必要的啦 但只是希望你們真的學得好 而且學得應該是有品質的 有沒有 因為你如果說假設沒有錄影的話 很多人應該忘光了吧 像我剛剛講那個Function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另外呢 除了說我們影片之外 所以每一次上課 就是都會有一段像這樣的一個影片 你就是自己就是自己回去看 那上面就是我的一個清單 那底下的話就是我們論壇的位置 那另外就是說 我如果上課的訊息 會放在我的那個粉絲專頁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後續的開課 其實你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然後另外的話呢 相關的這個講義部分的話 前面講過的都在雲端白板 OK 所以如果你擔心說 將來這個資料會找不到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自己備份一下 這邊直接下載就OK了 目前我好像 我記得應該是沒有所權限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備份的話 應該是OK的啦 大概是這樣 另外像那個AI的時代 我最近有一個問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 就是說其實它可以幫你產生很多東西 但智慧財產權到底歸屬於是誰的 會不會比如說它產生的東西 你能不能拿來用 其實都要特別注意 有的平台是跟你講說不行 產生是它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你可能使用起來也要特別小心 不過理論上 目前好像在台灣的法律規定 好像說 擁有智慧財產權的 基本上一定要是一個自然人 那如果你是機器人的話 有沒有智慧財產權 這個就很難說了 只是說這個這個大概也要特別小心 因為好像我遇到很多人 就是說網頁上面隨便 網路上抓一張圖拿來用 居然被告 而且直接那家公司 直接就說 要不和解 那你要拿出多少錢 好像一張圖就要花12萬去和解 但你會覺得怎麼會合理 可是問題 有些公司就怕麻煩 好啦 算了 用錢可以解決的都是小事 所以智慧財產權的部分的話 可能還是要特別小心一點 所以呢 我們之前的相關的雲端白板都在上面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其實就是利用那個 我們班級查詢的這個範例 那我們做了一些練習 有沒有 就是那個班級查詢 這個範例呢 基本上本來是拆成兩張 本來是前面的 不不 應該是同一張工作表 那如果說呢 我們把它拆成兩張 有沒有 我們好像上個禮拜有練習 另外的話呢 其實你還可以怎麼樣 你還可以把這個資料拆成兩個檔案 所以上個禮拜 最後我們其實是把 前面的這個班級的資料 我記得好像就是開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這個資料放進來 也就是說你這樣 因為其實大部分很多同學常問到 就是說 老師可是我們的範例都在同個表 同個檔案裡面 可是我們實際上 遇到的狀況都不是 因為我們通常是不同的 什麼 不同的檔案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的 這個介面是在這個檔案 有沒有也許是這一個 這個檔案 然後呢 我的要查的資料在另外一個檔案 也許在這裡 所以我就把它拆開來了 這個 至於怎麼拆開 好像上禮拜有講 反正你就是 或者你另外開個新的活頁簿 然後把它貼過去 其實也OK啦 如果說我今天要查詢 所以變成這個查詢的動作 並不是在同一個活頁簿裡面 而是在另外一張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去做查詢動作 當然啦 理論上 應該跨工作簿 其實這樣的一個程式 以前來講是真的非常難寫 而且網路你查的話 其實也不好查 而且查到的其實蠻多地方 而且不見得能夠執行正確 那我們上個禮拜試一下 請翹翹去幫忙寫 真的一次就對了 OK 所以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 所以理論上 這個地方就把它拆成兩個 那理論上這個資料 是可以把它關閉的 不需要開啟 然後呢 我就按一下查詢 比如說我要查二班 那我的二班 資料是來自於 這一個Excel的檔案 那我基本上流程應該這樣 就是把它開起來之後 因為開起來的時候呢 它會直接跳到最前面 可是問題喔 我如果把它放在最前面的話 那如果我要做下一個動作 那會有問題 所以變成說開起來之後呢 把主控權再跳到這個工作部裡面 然後呢 讓它可以在這邊作業 取得這邊 然後查這邊 把這邊的資料摳過來之後 再把背後的這個檔案給關掉 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先把這個檔先關一下 查詢 有沒有發現 它就直接查過來了 那查的來源喔 基本上喔 不是在同一張工作表 而是在這邊查過來 一樣的動作 那當然三班的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但是其實本來它應該會閃動 不過好像我記得我們是有把那個 閃動的部分關掉 不然的話它會開起來 那這個該怎麼寫喔 其實好像我印象中 好像是我自己改的 我看一下喔 按右鍵 我把它指定這個編輯一下 這個上個禮拜其實有講到 而且上個禮拜應該 最難的部分應該在這裡 那所以呢 我的步驟喔 我大概講一下好了 其實也不難 首先的話這一行有沒有 叫做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等於FORCE 這一行做什麼呢 其實這一行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會有閃動的 我先把它關掉 這個效果沒有喔 沒有就加一個單引號 比如說沒有的話呢 就把它查一般好了 有沒有看到 閃一下對不對 那如果假設你要有那個 不要有閃動的效果 其實很簡單 就加這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喔 如果假設你寫出來程式 發生有閃動的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那很簡單 你只要加這一行就可以了 那這一行的敘述 基本上就是透過Application物件 那這個Application物件 指的是Excel本身 Excel自己本身 然後它裡面呢 有一個 算是功能喔 算是一個設定 這個設定的話就是 讓它的畫面更新關閉 所以你就找到畫面更新 等於FORCE FORCE的話就關閉 這樣它畫面就不更新了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 這一個 怎麼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範圍 A5有沒有 到底下這個D12的這個資料把它清空 好 那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 接下來才是重點喔 所以如果你要跨工作部的話喔 那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你說 這一行是做什麼 其實這一行喔 主要先取得什麼 取得 目前工作部喔 Active指的是目前工作部 指的是這個的檔名喔 這個名稱喔 那這個名稱喔 基本上就是除了檔名之外 還要有副檔名喔 有沒有 這個名稱啦 所以我這邊給它 然後副檔名也要喔 然後呢 把它先存在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WB2裡面 你說為什麼要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講過嘛 因為底下這個地方會開啟那個資料有沒有 在桌面上那個 那因為你開啟動作喔 它就會跳到最前面去了 那如果你假設跳到最前面喔 你要做後續控制呢 你就沒辦法控制這個查詢這邊的畫面 所以呢 我讓它切過來 可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切過來的這個動作 你必須要先知道你的 你的那個工作部的名稱叫什麼 那因為我有先怎麼樣 把它先存到這個WB2裡面 對不對喔 所以呢 我在利用Windows這個物件 把它的名稱取得 後面加一個方法叫 Active Active 指的是怎麼樣 讓它跳上來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開起來之後 然後再切回去主控權 給目前的查詢介面 然後讓它做什麼呢 分別喔 去幫我做比對 比對完之後把資料丟過來 就完成我們最後的需要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上個禮拜最後我們講到 所以有些細節喔 如果有講過 我就不再重講啦 所以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部分喔 那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喔 我們再來就是說喔 再來做一些 這個 類似的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今天喔 假設要針對什麼 除了說你可以跨工作部之外 像這個資料裡面喔 它基本上有分成一班二班三班的資料 如果喔 我假設要再做一些 比如說我希望把一班 建一個工作表 欸就是一班 那把一班直接乾脆放 因為我們剛剛是查 查顯示出來 可是我換一個需求 我是希望說喔 欸可不可以幫我直接乾脆這樣好了 就是直接把一班喔 直接就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所有的一班都放進去 再來開一個二班的工作表 再把二班放進去 再開一個三班 把三班放進去 欸變成說 多增加三個工作表 把資料放進去 那以往的做法喔 如果你假設不會用 程式的方式解決的話 那變成你可能要自己 手動開一個新的工作表吧 以前是這樣有沒有 就是這樣 一班有沒有 然後你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有沒有 以前這樣 那一班怎麼查 一班的話以前是這樣 就是 欸 這如果要查的話 以前 我們好像講過篩選應該最快 篩選你可以篩選 篩選一班嘛 篩選全選取消掉 然後這個留一班 然後把一班在這邊有沒有 包含上面的這個欄位名稱 Ctrl C 有沒有 然後把它Ctrl V貼過來 一班就過來了 有沒有 那如果二班的話呢 你就變成你要再開一個新的 然後把二班再加一個 然後再查的話 其實最簡單還是一樣 用這個篩選 把二班的找到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邊CALL 貼CALL 那還好這邊只有三班 這邊如果三十班 三百班 哇那不得了了 你就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 而且如果每天資料又更新了 那你要再來一次耶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上個禮拜的部分稍微複習一下 那另外的話延伸 這個班級成績查詢這個篩例 我們有個需求 我是希望說可不可以 快速的幫我把 123班的資料分成三個工作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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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